台九县苏花公路159.3公里处大清水隧道南口 在11号晚间发生了落石摊坊 造成了双向的道路都无法通行 在今天上午施工 便道已经快要构筑完成 接下来要将明隧道的巨大土石碎解清除 再来处理编波不稳定的区域 有望在原定骑程15号傍晚5点抢通完毕 不过新北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认为 即便是1月15号 摊坊路段可以成功的抢通 不过还是潜藏着危机 他更示警强调苏花公路的东澳 但南澳一段是更加危险的 大型怪兽机制持续出动 大清水明隧道南口11号深夜落石摊坊 把隧道全都堵住 人员把握黄金时间赶紧抢通 摊坊现场13号上午 施工便道已经快要构筑完成 接下来要将明隧道的巨大土石碎解清除 再处理边坡不稳定的区域 有望在原定骑程15号傍晚5点抢通完毕 交通部长王国才一早也到现场视察 面对这回大规模摊坊 曝露边坡潜尝危险 也让苏花公路全线安全防护议题 再度扶上台面毕竟苏花改二期至今还没动工 苏花安综合规划在顺利的前提之下 目标2026年发包 预计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能挽工 108年苏花安也通过我们可行信 在12月的时候 现在在做环品 它还经过泰鲁格国家公园 所以它的环品要做到年底 用四季的环品的资料 很意外这一次在这个 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出问题的 其实苏花改没有改的这三段 最危险的是东澳到南澳这一段 因为都是片马眼 非常破碎的研盘 还有土木专家市井苏花公路的东澳到南澳一段 更加危险 尤其下周马上就要迎来春节10天长假 即便1月15号这段摊房路段可以成功抢通 但有专家认为还是潜藏危机 不能用一定要打掉 让这个车子在里面冒险通过 当然不行 快的话用这种H型钢 钢结构钢粮 赶快架起来替代明隧道 明隧道结构体预料会打掉重座 但土木专家认为应该打一个叫长隧道 越过这区并改线 只是在农历年前发生这样大规模摊房事件 民众春节时前往东部出游或返乡 最好还是先有替代计划 记得中波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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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